闊表歐聯有20年之多的紐卡蘇 昨晚在死亡F組 作客面對著 在聖西路球場的AC米蘭 一開始這場球 其實是被AC米蘭壓住來打的 AC米蘭全場總共有8次中籠的埋門 當中6次更加在上半場出現 其中第13分鐘開始的一段 6分鐘的圍攻 紐卡蘇的龍門撲比 作出了5次撲救 先後擋出了普比加 卓和夫 基奧特 拉迪高利和迪奧克蘭迪斯的宮門 其中迪奧克蘭迪斯的8碼飛頂 更加超級的黃金機會 但是紐卡蘇似乎不知是否有心 這場球擺出球和格 所以使得這場球出現攻防戰 尤其是不知是否想藉著 令對方在上半場不斷狂攻的情況下 消耗對方的體力 果然紐卡蘇捱過了上半場的適應期之後 換邊之後 站穩陣腳 防守有所改善的 保持階段 朗斯達夫更加射門緊緊拍出 也看到四球球之前的下半場 其實紐卡蘇已經換走四個攻擊球員 四個後備的都是攻擊球員 包括艾米朗 高雲威爾遜 和夏菲巴尼斯等等 似乎是想在下半場後段想偷雞 藉著朗斯達夫的這一腳射門 以為紐卡蘇可以偷雞成功 最終都是兩隊踢成0比0平手 死亡F組的另一組賽事 巴黎聖日爾門 由基里安巴比阿安總和阿希拉夫郭建立功 主場是2比0擊敗多蒙特 這場球呢 說回紐卡蘇 在米蘭可以作客拿到這一分 真是毫不容易 尤其是這場球最特別的就是 紐卡蘇穿上黑白間條 不是黑褲 是白褲 所以正眼看起來 以為是祖雲達斯 和阿希拉夫打二甲 尤其是這場球 紐卡蘇的防守 攻就不銳 但防守就非常穩固 其實個別的球員 都不可以說是踢得好 例如丹本欣 或者安東尼哥頓 在左邊的推進 亦都不算說是兩個有默契 所以尤其是這個安東尼哥頓 他是在沒有法子 是可以過到這個卡里比亞的防線 而也都要讚一讚的就是 A.C.米蘭的這個托莫里 亦都是守著他的 就是看著這個安東尼哥頓 和這個伊薩克做得非常之好 相反那邊 正如剛才所說 女工不入 加上在車友市轉球過來的 路伐斯捷克 似乎過來A.C.米蘭之後 不見他有什麼進步 很多時候在對方的三集線 或者在外圍施射那裡 想整天放下冷戰 但是始終在對方三集線以來 很多時候他的舉動 都是由由而而而 令到A.C.米蘭錯失了一些機會 拿了這一分之後 我個人覺得 初時好像大家不太看好 以為柳加素會出醜 至少不會像今晚那樣 萬聯頭半場 上半場被賣人 在這裡數 如果不是賣人 不知道是否後段放水的話 隨時萬聯都會輸得很噁心 雖然是這樣 但是看柳加素這邊 就防守 做得不錯 正如剛才所說 現在最令人期待的就是 A.C.米蘭回到聖詹市公園 就麻煩了 作客可以守得和理的話 回到主場聖詹市公園 A.C.米蘭到時候 一定都很頭癢 所以其實我個人覺得 紐卡素能夠 如果進級去下一回合 即是說這個小組 拿到頭兩名 我個人覺得 都是樂觀的 大家記得支持我 做得到的